最后的西洋 这就是今天晚上的露营地了 一个未建设完工的停车场 看一下是在那个棚子里面露营 还是在这个墙边 探棚的话就搭在这边吧 8点17了 看一下这个西洋 只有一点点光了 鬼是生命之源了 太可疑 有些车子都潸不了了 太重了 车子都趁不住了 太重了 车子都趁不住了 太重了 车子都趁不住了 太重了 太重了 沿途上去 水上去 水上去 8点36了 天还没黑 稍微还有一点点亮 现在大概要9点钟才会天黑了 累的 先休息一会儿 趁着天亮 先把这个柴火弄一下 太大了 太粗了 耐好批 慢慢弄过来 轻轻骑车 感觉大货车挺少的 在这里呆 感觉挺多的 后面又有难了 准备把这个木方 拿到前面 用大石头砸一下 刚刚已经砸了一下 还一副模样了 再来一次 把它劈成小块了 等一下拿回去再用那个厂子给它劈一下就行了 这个就好批多了 这个就好批多了 这种就OK了 长短也差不多 柴火的话批好了 这么多应该是够了 晚上在镇子里面买了好多的东西 消费了一大波 还有一瓶金光啤酒 晚上的菜呢 还是吃冷冻鸡腿 比较便宜 比较便宜 这个都是零食了 也不能说零食吧 就是平常比方说中午不方便吃饭的时候就吃点饼干什么之类的 高压锅 然后这个是调料 大米什么的都拿过来了 这个是炒锅 拆火炉 先把炉子什么的都拿出来吧 先倒点水把这个铁锅洗一下 应该也有几天没用 大就大一点吧 这马上次就砍鸡腿砍坏了 这次就不用这么砍了 鸡腿切好了 然后把炉子拿出来准备点火 今天这个柴很好烧啊 今天这个柴很好烧啊 加水 感觉马上就要烧开了 看一下还没烧开都是这种雪墨子 烧开了给它煮个一分钟吧 雪水都超干净 盘子擦干净啊 然后把这个出好的鸡腿给它捞出来 从中间捞这样的话都没有什么脏东西粘在上面 我洗干净擦干净了 倒油 放点火锅底料 变化了一点点不能吃太多 再来点酱油 再来点酱油 颜色上来了 蒜子放进去 来两个干辣椒 直接加矿泉水 还没有烧开啊 颜色还比较黑感觉 加一点点盐 三粒焚冰糖 精灌啤酒 加点啤酒进去 差不多了 这边在炖鸡啊 然后把这个米饭弄一下 倒点水 拿花锅锅洗一下 正好把这个锅也烂一下 感觉变成环闷鸡了 把这个萝卜也给它切进去 今天没买太多菜 给它加个盖 稍微焖一会儿 今天这个是啤酒黄焖鸡了 米饭先放上去煮熟啊 也还蛮热的感觉 这个火烧起来 这就上漆了 上漆上得很猛啊 这个火就保持这个小火就好了 大火容易火锅 米饭差不多了 再把这个火升起来 不知道能不能升起来了 放一些碎材进去 还是很快的 再把这个菜给它收下汁啊 打开 打开 掉了一个萝卜 没关系 打开 OK了 直收的非常完美啊 喝一个 我很少喝啤酒的 今天本来是想 用这个啤酒炖这个鸡腿啊 去去心的 结果先加水的 应该先加啤酒 再加一点水 忘了 看一下今天的啤酒黄焖鸡 来个大鸡拐 哎 这两天都没自己做饭 都买的吃的 都不合自己口味啊 或者说都吃不饭 太少了 来个大蒜子 嗯 哇 这边蚊子感觉有点多啊 吃肉吃肉吃肉 今天晚上的月牙弯弯 哎呀 喝的头晕 休息一会儿 哎呀 该吃饭了 哎呀 晚上在这边还是挺安逸的 就是 感觉这晚上怎么货车挺多的 嗯 煮了一碗饭 嗯 可以 刚刚好 要每天晚上都能吃上这样的一餐饭 那每天动力十足啊 今天晚上吃到后面都吃不中了 来天啥都没吃 因为这个菜喝着喝着 竟然吃饭都不够了感觉 味道还是挺好的 但是我还没吃到这个 那我们都喝一个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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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上的星空挺漂亮的 上午饭休息了一会儿 准备洗锅吧 说东西 是狗吗 刚刚是把这个锅都给它洗干净了 然后现在用纸巾把它擦一下 现在没什么车了 东西是挺多 慢慢给它理一下 今天买了东西 挺多的也得理 这一间水的话还得给它塞进去呢 这后面的包也给它重新调整一下 不然的话放不进去 吃完饭把行李收了一下 这车子上面的四个包现在塞的满满的 一边前面两个头包一边放了两瓶水 后面的话是 嗯 没有仔细算加了多少瓶啊 反正现在是 一件二十四瓶水 现在还剩了四瓶水在这里 这里还有一个小半瓶吧 然后那个垃圾袋里面 呃 今天晚上用了一些 就是有好几个瓶子吧 明天早上起来 喝一瓶 就剩个两三瓶 然后放在前面这个包里面就行了 现在把这个全部收到帐篷里面 准备休息了 车子一到我的帐篷跟前啊 不然还是有点危险 这个的话是一袋垃圾啊 明天把它扔掉也行了 车子就在门口 看来一下 今天走了七十五公里 啊 感觉还挺累的 走到了晚上 八点多才走到这边 也不能说走到八点吧 走到七点左右 然后到这边 呃镇子上面去买菜了 到这边大帐篷的话是八点多了 一点半了 要早点休息了 现在反正还不太困 等一下我先把视频先给导出来吧 剪的话可能要等到明天 然后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